桃園车站附近的一间防疫旅馆 发生了群聚感染的案件 案16851 他在11号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确诊了 不过回溯之后发现 这同个旅馆里面有四位的房客 他的病毒基因定序是一样的 包括另外两位不同楼层的房客 总共是有八个人陆续染疫 而现在桃圆市政府 也陆续把这整栋饭店 179名的房客 全部撤离的来到了这个集中检疫所 另外也匡列了374个人 接下来桃圆市政府还要持续地来调查 到底是因为环境被污染 或者是有房客有脱去的行为 才会引发这一起的案件